哈囉各位觀眾早安 那歡迎來到R0的議程 今天早上的議程是Promutator 由台大蕭旭君老師 資訊安全實驗室的研究助理Jonah跟SHW 為大家帶來精彩的演講 那我們知道2020年的時候 曾經發生了那個Compound的借貸協議的事件 那他的預言機儀式受到攻擊 造成了大概1億美元的閃電帶被清算 然後2021年的時候也發生了那個Value DeFi的事件 那他的預言機被攻擊損失了740萬的美金 那今年也有發生LUNA的預言機被攻擊的事件 造成預言機暫停 那今天Jonah跟SHW要帶來 就是透過使用變異區塊鏈 來檢測預言機漏洞的這個機制 那早上是預錄影片 大概33分鐘的預錄影片 然後接下來Jonah本人會過來給大家做Q&A 然後SHW會在線上做Q&A 歡迎大家使用大會提供的Slido 提出問題或者是在現場舉手提出問題 好那我們現在就開始議程 謝謝各位 Detecting Vulnerable Price or Calls in DeFi by Mutated Transactions 開始之前跟大家自我介紹 我是嘉芹 另外我講的是HHW 我們之前是在台大的NS Lab當RA 所以我接下來我現在目前在台大的研究所 那SHW在SMU 因為他人在美國的關係 這次會用影片的方式做呈現 那我們的Research Interest 是smart contract security 那平時除了做研究以外 我們也report一些issues 在過去這一年我們report這些issues 大概幫區塊鏈的這些project 阻止了大概400多million的possible的potential的attacks 那report這些issues 大概有一半會是Price Oracle的issues 或是相關變形的問題 那這也是我們這次要介紹主要介紹的東西 前半會由我來簡單的介紹Price Oracle的background 跟常見的攻擊跟mitigation的方法 那後半段會有SHW為大家介紹我們的tool 是如何自動化去找到這些Price Oracle相關的attacks 400多million是聽起來可能很多 但如果大家知道最近blockchain或是DeFi的狀況的話 其實一個attack就會有600million 或是甚至更多的傷害或是損失 那去中間化金融DeFi是甚麼呢 簡單的來說 就是在區塊鏈上的金融服務有借貸交易甚至保險等等 優缺點大家還在討論這邊就不多做介紹 但是我們關注的是 最近在去年巔峰時期DeFi這個project 接近總共的所採用 接近100billion甚至有可能真的超過 所以相近有來就有很多的攻擊者會想要去 偷走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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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 這次要介紹這個attack也是其中的一起案例 那這個是Value DeFi Value DeFi它是一個幫助使用著管理線上資產 然後幫助使用著optimize它的profit的一個服務 它在巔峰時期有短暫的超過100million的 總所長量 這次這個attack是multi-stables的valt 它是在2020年11月被攻擊了 損失了大概700million 那這是一個非常經典的price oracle manipulation的案例 在介紹這個攻擊以前 我們先了解valt是甚麼 valt這個金庫簡單的 或是在區塊鏈上大家會取相關的服務 叫做valt 那他們就是管理使用者的金錢 並且幫他們操作這些金額 進而去optimize他的profit 那跟傳統金融最不一樣的地方是 通常在區塊鏈上valt它會 讓使用者可以隨時的投資 隨時的redeem 所以為了要做到這件事情 這個valt就需要去精準的 或是正確的去計算這些token的價值 所以需要這些token的價錢 譬如說 這個valt如果是做一個簡單的操作 就是投資以太幣跟比特幣 那如果使用者invest的時候 這個以太幣是1000 比特幣是10000 那使用者redeem的時候 以太幣變成2000 比特幣變成20000 那profit就是100% 要如何做到這件事情呢 在區塊鏈上 我們就要說 我們依賴price oracle 廣義來說 任何在區塊鏈上 取得價錢的方式 我們都可以說它是price oracle 要怎麼做這件事呢 我們先舉一個現實中世界 現實世界中的例子 今天假設一個酒吧 說好我今天可以用比特幣付款 然後我買一杯酒 要如何有比特幣減少呢 到櫃檯拿起手機 然後看coinbase價錢是多少 看到之後 好知道了 我們就組一下價錢 再把比特幣打開老闆 這就是一個 取得價錢的方式 在區塊鏈上 其實也有點像 但唯一的不同就是 區塊鏈上沒有coinbase 那怎麼做呢 譬如說 今天有一個區塊鏈 它要一個比特幣的價錢 然後我可以請一個人 他去coinbase上看價錢 看到之後 再把這個價錢 發一個transaction送到鏈上 那這個區塊鏈上 就有coinbase的比特幣的價錢了 這個可惜 但好像有一點麻煩 就是如果coinbase的價錢突然壞掉呢 如果這個人說謊呢 或是一直發transaction 總是要錢 因為區塊鏈就是又很慢 然後又很貴 那如果 有沒有更簡單的做法 其實是有 就是如果今天區塊鏈上 就有coinbase 是不是就簡單很多 那 區塊鏈上還沒有 coinbase 但是有一個很常見的交易所 我們說是AM模型 它跟傳統的中心化交易所的 掛單步模型 最大不同的是 它的market maker是自動的做事 自動的market maker 那 那 因為區塊鏈就是比較慢又比較貴 所以 傳統金融那個 order book的方式 它會需要那個market maker 一直發一直發 一直下單一直測單 那 會有一點點貴還是可行 但 但大家可能在區塊鏈上 像大家比較喜歡做AM模型 就比較常見 那 它非常的 這個model 非常的popular 它 目前前十名的DeFi protocol 就四個是這些AM的交易所 那這些market maker呢 他只要做一個最簡單的事 就是他把他的錢放到這個坡裡面 他就可以賺這些價錢 那我這邊說XXY等K 那XXY等K是什麼 等一下會介紹 這邊就是 我們這個AMPort 需要market maker 把錢存在這個Port裡面 假設這個Port是以太幣 以太幣對比特幣的交易所 那 那個Liquidity Providers 他要把以太幣跟比特幣 按照比例去存在這個AMPort 那 今天有人存錢進去了 我要如何在這個AMPort做交易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XXY等K 這是一個最 最早最經典的一個AM的模型 這個X就是我們這個Token 的balance Y也是另外一個Token的balance 在這邊的狀況是 X就是以太幣的balance 然後Y就是比特幣的balance 那使用者 如果他帶來一個以太幣 要來交易呢 會發現的狀況是 他先把以太幣 存到這個AMPort裡面 那AMPort就有2000 那為了要滿足這個XXY等K 就是XXY等於定值 這個AMPort裡面的比特幣 就會變成50 那這邊有一個簡單的數據 那 這個多出來的50塊呢 就可以留給使用者 這就是一個 常見的AMPort交易方式 當然我們這邊就省略手續費了 但其實實際上交易就是我們 每一次交易都要付一點手續費 給這個Liquidity Providers 我們有這個AMPort之後 我們要如何用它來 製作一個Price Hoc 或是這個Price Hoc 要如何透過它去計算這些Token的價錢 我們就把數字放小一點 我們其實 拿一個1000以太幣 也可以拿到50Bitcoin 那如果再少一點 如果是拿10塊以太幣 它就會變成0.9Bitcoin 這 大家如果對數學敏感 或者是 大家如果 可能就會知道 這個 它如何算價錢 它其實就是一個 一個 微分的方式 它要去微分它這個 這個曲線 這個XY 這個XY的曲線 或是我們 如果 像我就是比較笨 就是 不是比較笨 就是比較 好 我比較笨 去計算這個價錢的話 就是 我們就直接把 那個以太幣的Balance 去除這個比特幣的Balance 我們就可以知道 它們兩個之間的價錢 那有這個之後 我們今天這個Value Defi 就是利用這個 這個行為 使用者去存 以太幣的時候 它就會去 去看說 這個以太幣 跟比特幣 這個破 它裡面的比值是多少 然後它就有價錢 然後它就可以去計算這個Value 裡面 現在 Total Asset 的Value是多少 看起來OK 但是 因為 區塊鏈上的服務 有一個叫做Flexion Flexion 它可以 讓使用者 短暫的 借到很多很多錢 可以 超過數十億美金 那你只要在 同一個Transaction 還錢的話 你是不需要有任何的擔保 或是 換句話來說 就是只要使用者 趕快借趕快還 它要借多少 都可以讓它借 有了這個之後 就可以 跟剛剛的Value Define 合起來 變成一個 Attack 可能大家已經有想到了 這個流程就是 我們先去Flexion 借很多錢 然後 去操縱那個 Pool的價錢 操縱之後 我們再把錢 存到這個Value Define 這個Vault裡面 存進去之後 我們再把這個價錢 回復原樣 我們再 redeem 接下來我們就有很多的Problem 細節是 我們假設 這個ANNPool裡面 原本是有1000塊 以太跟100顆Bitcoin 那 這個Exploiter 它已經借了 1萬的Ether 它可以做到的是 就是 它先把 很大一部分的以太幣 先去賣給ANNPool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ANNPool 從1000變成1萬 那這個Bitcoin 就變成 從原本100 變成10 使用者現在拿到 90Bitcoin 它賠了很多錢 因為它用非常非常差的價錢 買了很多Bitcoin 但是沒關係 還沒結束 它把剩下的Ether 存到這個Vault裡面 那這個Pool 我就會先計算一下 它存進來的時候 這個以太幣的價錢 是多少 它算一下是 1萬分之10 這是以太幣 這是 對 那就非常非常的便宜 那 使用者接下來 再把90Bitcoin 賣回去ANNPool裡面 就可以拿回原本的9000以太幣 當然一樣 我們這邊就省略的價錢 省略的手續費 然後大概會有幾%的手續費 那千分之多少的手續費 做完這個操作之後 這個ANNPool就會變回原來的樣子 就是1000比100 那 變回原來的樣子之後 那這個時候使用者 再跟Vault說 好我要領錢了 那Vault再做一次 剛剛的操作 就是 他去算一下 首先這個以太幣 價錢是多少 一千分之100 那是正常價錢 所以他跟使用者 投資進來的時候 價錢已經高了100倍了 那Vault就會以為說 好那他賺到這麼多錢 他就把 這麼多 原本的100倍的以太幣 給 這個 xploiter 然後 xploiter就可以 再把現在的一部分 還給這個flashon 服務商 那這個tag就結束了 那他就可以帶走 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多的profit 那剛剛為了介紹的話 我們也是用 以太理跟比特幣的Pool 那實際上的情況 VeloDefine 他是 Multi-Stable的Vault 就是他的 他是不同種 穩定幣之前的 就是不同種 美金幣之間的 交易的價錢 那這個Pool 也不是XY的K 它是一個 Curved ANPool 它是有一點變形 但是 攻擊的流程 跟剛剛講的 是一樣的 那他總共造成了 7.4M的損失 到現在這個 xploiter還沒有被發現 還沒有被找到 那如何Metigase 相關的問題呢 其實就是我們需要 去找到更安全的 Price Oracle 更不容易被操控的 現在常見的做法 有兩種 一種是TOP 一個是Option Oracle TOP 就是比起我們 看現在的價錢 我們去比對 過去歷史的價錢 再做一個平均 它可能會有一點不一樣 但是因為使用者 攻擊者 沒有這麼容易操控 所以目前很多 很多服務會使用 TOP這個 Oracle 另外一個常見的 是Option Oracle 它其實跟剛剛一開始 講的很像 就是有一個人要負責去看 Coinbase的價錢 再發Transition 到區塊鏈上 但 現在主流的做法是 不是整個一個人 它是有很多人 然後不是只有看Coinbase 他可能看Coinbase 看Binance 看各種交易所的價錢 然後大家發Transition 到區塊鏈上 再做一個投票 那我們取個總位數 就不到這個價錢 這兩個都各有優缺點 還沒有一個非常非常完美的做法 但 這是目前常見的Metigation 嗨 大家好 我是SHW 那接下來會由我來進行 下半部分的演講 在大家聽完了一些 Price Oracle的介紹 以及相關的工具手法之後 大家是否會有一個想法就是 我們能不能用自動化的方法 去檢測 一個Price Oracle是否有問題呢 那這裡就是我們今天要談到的主題 我們Lab在去年的時候 發表一篇論文 這個論文提出了一個工具 叫做Price Oracle Mutator 簡稱Permutator 那Permutator它 可以來檢測 DeFi上面的Price Oracle 是否會遭受到 剛剛所講的那些 很經典的Price Oracle Attacks 這樣的攻擊 那它所使用的一個技術 叫做Mutating Transactions 這也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之一 那什麼叫做 有問題的Price Oracle呢? 如果一個Price Oracle 它會因為它底下的AMPool 處於一個很極端的狀況下 而導致它所回報的價錢 變得不正確或不準確 那我們就認為這樣的Price Oracle 那這就好像是我們剛剛所看到的那些Price Oracle Attack一樣 使用者呢 在與這個DeFi Protocol 互動之前 它會先讓它底下所使用的AMPool 它會先讓它處於一個失衡狀態 那它在操縱完這個AMPool之後 保留這個失衡狀態 它再去跟這個DeFi Protocol 進行一些互動 例如說抵押接待 那DeFi Protocol就會因為 它所仰賴的Price Oracle 沒有辦法去準確地回報出價錢 而造成這個DeFi Protocol的損失 那Promitator就是說 那我們在 在跟這些DeFi Protocol互動之前 我們就先去改變一下一些AMPool的狀態 然後我們再去觀察我們的互動是否會有所改變 這個就是它的核心思想 那我們遇到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沒有辦法去知道 每一個DeFi Protocol要怎麼使用 因為每一個DeFi Protocol 它們的介面都不一樣 有些是交易所 有些是抵押接待服務等等 那有這麼多的介面 我們很難去自動化的方法 去將它們的方式每一個都試看看 都試著去呼叫一次 那我們解決方法是什麼呢 這個解決方法就是使用 已知的區塊鏈交易 那這也就是 Metating Transaction裡面的精髓 Metating Transaction的意思就是說 給我一個區塊鏈交易 那其實一個區塊鏈交易 就是一個好像一個 Function Code 這個Function Code 它就是 User 對於這個DeFi Protocol 它去code它的一個Function 而 這個Function Code 可能裡面 會再去執行其他的 Function Code 這整個執行的結果 其實就是一個 Transaction的執行結果 那就好比 右邊這張圖 當User想要使用這個 DeFi Protocol的時候 他就code Forrow這個函式 那 DeFi Protocol 會再跟Oracle去code Gate Price等等 那 右邊這個黑色 是一個正常的 區塊鏈交易的執行的一個順序 那Metating Transaction的意思就是說 給我一個這樣的 正常的執行順序 我將它在其中一個過程之中 某一個Function的回存值 我把它Mutate 也就是說我把它做些改變 就好比說 我把它加1-1 或者是乘2除2 那這樣的改變的話 我再去看 這個接下來執行的過程中 這些DeFi Protocol 會不會因為我這樣的改變 而造成他們的行為上的變化 或者是結果 我可能會 多得到一些Token 或少得到一些Token等等 那 這個改變可以發展很多次 我可以每次改變一點 或是改變很多 或者是我可以挑不同的方式去改變 那在這麼多的改變之下 我就去觀察每一個改變的結果 那 並且從中收集一些資訊 來進行相互比較 那 這裡就是Mutated Transaction的精髓 我們透過這些Mutated Trades 去相互比較 我們就有辦法去偵測 一個Price Oracle 是否會遭受到Price Oracle Attack 那什麼意思呢 我們來舉個例子 假設使用者使用了一個抵押接待服務 他接受1.5的X可以抵押所有一倍的Y 那這個抵押接待服務 因為他需要知道X跟Y之間的價格是多少 他就會仰賴一個Price Oracle 那這個Price Oracle呢 它是unchain的 那他怎麼知道X跟Y的價錢呢 他就是仰賴一個 UniSwap Vision2的一個Pool 這個Pool裡面有X跟Y 兩組Token 那假設現在X跟Y剛好 裡面的resource各式100-100 也就是說X跟Y的價格是一樣 那正常狀況下 這個Oracle就會回傳1 因為一個1倍的X就是1倍的Y 那這個DeFi Protocol呢 就會知道原來1倍的X就是1倍的Y 那1.5的X 它可能就會讓它少借一點 因為DeFi的接待同時要over collateralization 所以可能1.5倍的X它只能借1倍的Y 那這是一個正常的一個transaction的狀況 那我們對一個這樣的transaction進行mutate 我們最感興趣就是 UniSwap的GateReserve這個function 因為這個GateReserve的回傳值 其實就是表示這個 這個池子裡面Token的數量 如果我們對100-100進行mutate 我們把它回傳成50-200 其實就好像我們 對這個UniSwap的池子 進行一筆大量的交易 就好像我們把50個X 換成100的Y 其實是把100的Y 加到這個池子裡面 然後拿著50個X 就好像這個Flashon 這個Prize Over Tag的 前面的一個預備步驟一樣 使用那個攻擊者 會先對AMPore進行一個大量的操作 大量大比的交易 那在我們mutate這樣的 這個function的回傳值之後 我們就看Prize Over Tag 會不會因此有所改變 那假設在這個狀況下 Prize Over Tag沒有因此改變 它還是回傳 X跟Y下可是E 那當然使用者也就不會 因此而多接一些YToken 或是少接一些YToken 那這樣沒有變化的狀況下 這個Premotator就 就會顯示說它沒有偵測到 有什麼樣的Prize Over Tag問題 那假設呢 在mutate完之後 Prize Over Tag 它回傳了一個價格 跟原先的不一樣 就假設說這個Prize Over Tag 它是用一個錯誤的方法 來計算價格 就是X跟Y互相的比值 那它因為看到Gate Reserve的回傳值 只是50-200 它就認為這個YToken YToken跟XToken之間 其實XToken 它就認為XToken比較值錢 它就認為它是200除以50等於4 4倍的Y 而它把這個4 回傳給Dia接待服務的這個平台之後 就會發現使用者可以因此 借出更多的Y出來 Premotator就會 因為這樣的mutate的這個執行結果 產生一個變化 它觀察到了之後 它就會跟原先的執行結果進行比較 它發現 在mutate完之後 原本使用者只能接到1倍的Y 但現在可以接到4倍的Y 這樣的一個差距 它就會把它 這個標示為它是Vulnerable 它也就因此檢測到 這個Prize Over Tag問題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mutator整個的System workflow 長什麼樣子 我們主要分為三個階段 一個是Decode 第二個是Mutate 第三個是Analyze 那在Decode的階段 我們會把一些Raw Transession 拿過來 來進行 來根據這個Counter的ABI進行Decode 這個步驟的用意是因為 這個Transession裡面的Input 有一些我們也會進行Mutate 這個 其中一個Detection Rule 也就是 需要來Mutate Input 來 才能夠檢測Supress 我們有沒有問題 這個等一下 我們也會再詳細說明 那Decode完之後的Transession 我們會對Input 進行Mutate 其他我們也會有一系列的Mutation Rule 也就是說我們會針對哪一個Function 要進行Mutate 還有如果要進行Mutate的話 我們會怎麼樣的Mutate 可能是用Path數來Mutate 或者是加緊的長數等等 那我們會在一個我們自己Modify的EVM裡面進行Mutation 並且進行Transession Execution的模擬 最終它會產生一系列的Mutated Trace 還有一個Normal Trace 也就是說完全不做Mutation所產生的Trace 那這些Trace會經過相互比較 來到Analyze的階段 再配合一些使用者定義的Detection Rules 我們就有辦法 去根據這些Detection Rules的條件 來篩選出哪一些Transession 會顯示出這個DeFi Protocol是有問題的 那假設有其中一個Rule 它剛好可以顯示出這個DeFi Protocol的問題的話 那Mutator就會產生出一個Attack Report 這個Report就會告訴我們 我們應該要怎麼去操縱這個底下的AMPool 來使得某個Transaction在操縱前跟操縱之後 他們所執行結果不一樣 我們來講一下我們實驗的時候 用到Mutation Rule有哪些 我們主要會Mutate 以下四個AMP的某一些Function 那分別是Uniswap V1、V2 還有Kyber跟Kyber 那我們在論文裡面有講到 我們主要是Mutate哪些Function 就好比Uniswap Version 2 它是我們是Mutate它的GateResert 因為GateResert就是回傳這個池子裡面 兩個Token所在用的Resert是多少 就恰恰剛好可以表示這個AMPState 那其他的這個AMP 我們所Mutate這些Function 也都是大種小異 其實也都是直接跟AMPState有關 那Hacker呢 其實可以利用剛剛所說的 這些Flashstone的這些方法 來得到大筆資金 然後直接對這些AMP 讓它產生一個失衡的狀態 進而去影響這些Function的回傳值 其實也就是我們這裡所說的Mutate 的結果是一樣的 那我們Mutate這個回傳值 我們會有不同的趴數 可能有1趴5趴 代表說是一個可能是一個 市場正常的狀況下 那50趴100趴200趴 可能就是一個 蓄意的攻擊的狀況下 那並且呢 就像剛剛所說的 我們也會Mutate一些 這個Input的參數 因為呢 DeFi Protocol 它有時候會讓使用者 在Input的地方去表示它可能要 借貸多少錢 或是要抵押多少錢 那Mutate Input的話 就代表說我們去嘗試讓使用者 借更多錢或是抵押更少錢 但如果再配合我們Mutate的一些 AMP的回傳值 如果我們可以借更多錢的話 那其實某種意義上也是 偵測到這個DeFi Protocol 可能會受到Price Protocol操縱的影響 所以Mutate它的Input Mutate一個Transaction的Input 也有其必要性 那Detation Rules呢 我們主要分為兩個 一個叫做Rule on Transfer 一個叫Rule on Revert Rule on Transfer的概念很簡單 那就是說 我在Mutate前跟Mutate後 是否有任何的ERC的Token 它所Transfer的值 會因為這個Mutation的改變 意思就是說 好比我們剛剛講的例子 在我Mutate前的時候 我只能借到一倍的Y 但我Mutate後 我卻可以借到四倍的Y 這也就是符合一個Rule on Transfer 所政策出來的一個條件 那Rule on Refer 它是在講這個Transaction 的成功與失敗的差異 如果一個原先會失敗的Transaction 在我對底下的Price 在我對底下的AAMPore 進行操縱之後 這個失敗Transaction變成成功了 那麼就說它符合這個Rule on Refer 因為Rule on Refer 就代表說 這個Transaction的成功與否 它是取決於AAM的State 在可能某個State 一般的State它不會成功 但是它在一個極端的State會成功 那這也代表說 它有可能被攻擊的可能性 可以想像說 原本使用者沒有辦法借 100塊這麼多錢 但是在我操縱了AAMPore 的狀態之後 它卻可以借到100塊這麼多 就是它的交易成功了 那這樣的狀況下 Mutator應該也需要 一個DetentionRule 去檢測出來 那我們就根據剛剛所說的MutationRule 還有DetentionRule 來進行一些實驗 我們特別針對2020年 常 不是常見 就是有遇到了這個 六起比較知名的Pred Socle Tag 來進行評估 我們發現這六起事件之中 Mutator它可以 偵測出其中的五起 那這張表就在說明說 這六起事件中 這兩個DetentionRule Rule Transfer跟Rule Refer 它們分別可以偵測出哪些的Tag 並且右邊就是說 Premutation會告訴我們 這些Define Protocol 哪些的這個Function是有問題的 也就是Attacker可以 進而去攻擊的點 那除此去檢測一些 遺失的攻擊之外 我們還針對 以太方上面的區塊鏈 進行一個掃描 我們分析了大約六千張的Contract 然後並且抓了四個 每一張Contract抓了四筆交易 這樣子去使用Premutation進行掃描 我們在這六星多個Contract中 我發現大約有27個 這個上位被公佈的Pred Socle的漏洞 那在當時的這個狀況來看的話 這27個漏洞其實是 這個受影響的價格 大概有10個M這麼多 那這些 嗯 這些 這些27個漏洞 其實都有在我們的GitHub上面 去公佈 那我們也盡了我們的 最大的能力 去聯絡這些開發者 那他們有一些是 已經修復了這些漏洞 或是有一些他們改版了之後 就不知道這樣的漏洞 那有興趣的 嗯 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我們GitHub上面來 來看一下 那我們來進行最後的結論 我們在Premutator這篇論文中 提出一個很有用的方法 叫做Transaction Mutation 這個方法呢 可以專門來偵測 一些非H的行為 也就是在正常的Input下 跟非正常的Input之下 我們可以偵測出 這個DeFi Protocol 是否會在一些奇怪的一步之下 有些非日期的行為 那 就好比說講這個Premutator Tag 正常的狀況下 使用者 可以 可以借到 可以借到 100塊 但是呢 我們如果底下的AAM Pool 它是個 極端被操動的狀況下 使用者可以借到500塊 那 這樣子的話 Transaction Mutation 就可以 藉由檢測出來 這樣的DeFi 可能是有問題的 那 我們外來的Future Word 其中之一就是 我們想要把Premutator 應用在其他 因為DeFi Composability 所造成的漏洞上面 那 因為Transaction Mutation 這個概念 並 是一個比較general的概念 它 不只 應該可以適用在 檢查Price Oracle的問題 它也可以檢測出 DeFi 與DeFi之間 這個相互整合之間出現的問題 就好比說 假設 DeFi A 這個Protocol 是否仰賴於DeFi B 那可能DeFi A 會對DeFi B的狀態 有些假設 那 這個Mutation的意義 就是說 我們把DeFi B的狀態 做一些改變 我們來看看 DeFi A 是否能夠 也是一樣 正常的去處理一些 使用者 跟它之間的互動 不會受到 因為這個 DeFi B 的錯誤的狀態 而所影響 那 這個其實 在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相信在 DeFi生態之中 也會越來越的常見 因為 DeFi 它最著名就是 它的Composibility 在DeFi之間 能夠 DeFi Protocol 能夠互相的整合 互相使用 對方的服務 來 來 來創造出 更多的一些 金融商品 那 所以 這樣的Composibility 的問題 在日後也會 越來越 需要被重視 那麼希望 Permutator 因此 來 找到相關的漏洞 那 謝謝大家 這就是 我們今天的演講 OK好 那我們很高興請到 Jonah來現場 為大家做QA 不知道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還是要來講一下為什麼你會做這個研究 費老師指派嗎 不是啊 這個 這個蠻有趣的 就是因為 這些地方 當初就是 就覺得 我們要 財富自由 然後要找到漏洞 但是 蠻有趣 就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真的找到漏洞的時候 其實 就是 就是 會開始 內心掙扎 就是 你到底是要打還是不要打 那當然最後我們都是回報了 所以 就是沒有 沒有想像中的 就是什麼 遺棄支付這樣 我記得那個時候文案好像 是這樣說的 然後找到 那個 blockchain上漏洞就可以一起支付 其實 其實沒有 我們還是在外面租房子 網路上有個問題想要問說 為什麼要修改EVM 為什麼要修改EVM 這個問題 整句話就是這樣 整句話就是這樣 請問為什麼要修改EVM 就是剛剛說這個 Permutator就是 我們是要去觀察 執行中 的情況 所以修改EVM 其實只是一種方法 也不一定要修改EVM 就是 我們只要有辦法模擬 說就是 這個transaction 被attack的時候 的情況 是怎麼樣子 我們就可以做到 那修改EVM 是一個 其中一種做法 那我覺得 效率算是相對比較好的 跟其他的 做一個interpreter 來想別的話 OK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是問說 想要進一步研究 MEVM的話 有沒有推薦的教學 或是關鍵字 ME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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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 進一步研究EVM 我覺得就是去讀 以太坊的那個 黃皮書 它黃皮書 蠻好的 然後 然後 對 然後 相關教學 以太坊基金會寫的文章 其實都蠻好的 那當然有 就是針對security 譬如說 secureum S-E-C-U-R-E-U-M 就是最近蠻多 越來越多 就是大家可以上去學這樣 OK 然後現場觀眾有任何問題嗎 有 然後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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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時間做 其實我到現在 還是在繼續做這個 就是繼續做 但是 新的成果就是 還沒有跟大家分享這樣 所以 大概花了 一年 多一點點 但是 到這邊 到我們發表的時候 大概是半年 然後主要就是我跟 我跟 然後當然還有 我們是在實驗室的研究 還有我們老師 然後 當初論文發表總共有 像我們老師總共有五個人 主要 主要是我們兩個開發 那剩下兩個人 還是有幫忙一些 比較小的東西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有回答到你嗎 沒有 謝謝 好 請問 很懂的MV 單筆 好 那 請問如何對鏈上資料 做即時的模擬 好 這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先回答 如何對鏈上的資料做即時的模擬 其實 其實我們沒有做即時的模擬 就是我們是翻以前的歷史資料 對 那 區塊鏈 我覺得做smart country的security 比較有趣就是因為 它每一筆資料都在鏈上 所以我們只要翻到歷史 我們就可以 完全的模擬當時的狀況 這是 相對比較容易的地方 那MVVM 做單筆交易的修改 其實 我理解應該是 要如何去分析 單個transaction的行為嗎 那 有沒有相關的 有有有 比如說Tenderly T-E-N-D-E-R-L-Y 它是一個讓你去分析 單筆transaction的行為 那 這是已經做好的託了 那 那 EVM就是那個 GoEthereum的那個 或是 RPC API 它都有一些就是 讓你分析單筆transaction 譬如說什麼 Deportress transaction 那 但是如果要做更深的分析 可能就是 還是要讀讀裡面的 implementation 怎麼做 這樣 不知道 有沒有回答到它的問題 沒有 就再跟我 謝謝 OK 不知道現場還有任何問題嗎 線上已經沒有問題了 那 這樣子還有兩分鐘 我們今天謝謝Jonah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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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